日本独卖新闻报导 东芝将出售半导体事业 苹果 亚马逊和Google已加入竞标的行列 但出价金额未明 另外路透社报导 东芝可能需要第三次延迟发布财报 媒体报导 亚洲矽谷计划执行中心正接洽英特尔 斯科 惠普等美国大厂 签署创新研发中心合作备忘录 合作发展物联网 最快6月前陆续报家英 英国脱欧公投后 英镑重跌造成进口成本提升 从4月1号开始多项物价上涨 从医药费用到能源成本无一不涨 通过膨胀的阴影再次笼罩英国经济 韩国企业SK创新称 在中国合资拥有的一家电动汽车电池厂 从1月份关闭至今 SK说中国合资伙伴决定停产 但至今没有多提供解释 新唐野菜电视整理报导